7月17日河南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,全省多个地区出现大暴雨,郑州位强降雨中心,已造成巨大损失,急需各方资源支援,对此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。 不少娱乐圈人士纷纷捐款支援河南,其中邓超孙丽夫妇捐款100万元,是娱乐圈首位公布捐款的艺人,随后娱乐圈越来越多的艺人明星捐款支援河南,截止目前演艺圈累计捐款超上艺人,值得关注的是,原定17日发布新作品的艺人皆推迟了发布日期,李宇春宣布推迟新歌发布,时代少年团也推迟新歌发布,虽说最近因为无意反而让大家觉得娱乐圈不干净, 但其实娱乐圈很多艺人都还是严格律计,并在紧要时刻承担起身为公众人物的责任,我们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而觉得娱乐圈这锅中坏透了,但娱乐圈也确实要好好整治下,一方有南八方之人,河南一定可以渡过难关。